我是一棵树,我有两个邻居。 一只小猫住在我的下面, 一只小鸟住在我的上面。 小鸟小时候,鸟妈妈对它说, 一定要离小猫远一点。 它是我们的敌人,它会吃了你。 虽然小鸟总是在树上, 但是小猫很喜欢小鸟, 总是想爬到树上跟小鸟玩。 它对小鸟说,做我的朋友吧。 小鸟回答,不,你是我的敌人, 你会吃了我。 说完就飞走了。 小鸟每天都忙着找吃的,很晚回来。 冬天来了,小鸟找不到吃的, 已经饿了三天了。 小猫有很多吃的, 每天都有人给小猫送吃的。 小猫对小鸟说, 你下来吃我的饭吧。 小鸟饿极了。 这一次,它选择相信小猫。 小鸟飞到小猫旁边, 很快就吃完了小猫的饭。 它正想对小猫说谢谢。 小猫突然跳到了它的身上, 把它吃了。 我很高兴,我是一棵树。 虽然我没有朋友, 但是我也没有敌人。